有關紅臺的消息 藍書團記者來報道 先來看到這個在地方面的事情 這個台中一定是最高的 美化警官的地震 說常常因為 讓騎乘客的人或過路的人 這樣怕過的就滾下去 已經改變了 最近是來報這個PEU的這個頭 想不到說當一個月 也是四個這樣蓋蓋蓋蓋 就看清楚一塊破譜 台中市一定是最高美化警官專 現在就遷就一塊大破譜 六合天有人走在面上 鞋子一定會淡 警官專現在有美嗎 就它都脫皮啦 沒有耶 這樣走過去的時候 會不會擔心自己誰弄濕 絕對會啊 都已經弄濕了 都已經弄濕了 所以你覺得它這樣設計好嗎 就覺得很花錢 沒有到達應該有效果這樣 這個利用擴大內需經費設計 也一定是最高的節點鋪面 如果沒有發揮美化的效果 去年又因為防滑性不好 車子走路的電源不太好 台中市政府改用風景的建材 連修理了四個 最好是破PEU 防滑性線已經變好了 但是就是這麼破 這麼破 天裡面你們都如果在土地的 一樣這三合法 能破一個月就是空空空空空 民眾批評說 當初設立這個交通要路就不對了 不管黨員指出說 問題其實是出在擋車一直在 裁料年級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就是年節完之後 要有一段的養護期間 但是大家都知道 因為那個地方人來人往 扯著很多 如果說忘不得已的時候 可能我們要再 是不是在考慮要重新來做一個試作 這個上款的美化 儘管暴渡人修理世界 猶完是滿目創痍 雲湧這裏 為了市政府留心成立三期了 市政府後面在水中 這個上款是全民該做行人 土部區莫淨地鄉立卓標 為了特別一直修理造成的浪費 只好讓這個不破坊的人生暴渡 繼續站在這裡 接下來 中華報導